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大汗推車 想都沒想過大家的反應原來是這麼熱烈的 昨天凌晨一剪完片,今天起床 人們就不停問我什麼時候再出新片 見到這樣我真的很鼓舞 所以就馬上剪一條新片 昨天就介紹了六隻紫像 今天我們會介紹窮人一物,就是軍團四象 千萬不要小看這四隻 有一兩隻我直到現在都還在用 他們分別就是 殉旭、姜維、呂蒙和張閣 當然可能有些朋友連軍團四象怎樣拿都不知道 我都會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 軍團四象顧名思義就是一定要先進軍團 之後你的軍團要打一個城池 而那個城池每天會有一些王榜給你解 你做了任務就會有一個分數 當你累積到2888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換一隻軍團四象 第一隻要儲的一定是張閣 因為張閣的攻擊力是奇高的 我以前是最後一隻換走他 之後就換到全隊都是120之質的將領 而且他的基本是超級容易開的 只不過是需要找他兩兄弟都是紫像 就可以開得到 所以一定要儲先 第二隻就是殉旭 因為殉旭是一隻補血的武將 有時候有活動的時候 我們要不停地拆怪 我們會有很多傷兵 可能會爆闖 它是可以令到我們大大減少傷兵的數量 還有重中之重就是名將五 一開始會有極大部分的朋友都會卡關在名將五 如果你是有一隻補血的將軍 一定會很快可以推得過 儲完頭兩隻之後 第三隻女蒙和姜維就排名不分先後 那就看看你是哪一類型的玩家 因為姜維的技能就是一開完之後 他就不需要再儲勞氣再開 所以就會適合一些短的戰爭 例如就是人同人打 或者人打城池裡面的守兵 也會有優勢 最後一隻就是說女蒙 因為女蒙是會不斷打不斷補血 不斷打不斷補血 所以一開始我推圖 我都是靠他的 名將五我都是靠女蒙 再加殉玉這樣過 所以如果是用PVP的話 女蒙一定沒有姜維那麼厲害 所以看看你是哪一類的玩家 到最後是選哪一隻的將軍 哇這麼快 軍團四將就講完了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講過渡期的武將 不過出片的快慢 可能也要看看大家的反應 如果大家很喜歡看的 我可能盡快就會剪出來 因為我有很多 server1的巴打已經跟我說 可不可以比較一下 一些高階的戰術 只要大家喜歡看 用得到的 我當然會無私的分享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記得我 我是大汗推車 記得訂閱啦 拜拜